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归根结底,到底是谁的? 今年的10月31日,一家位于山东资博士的林资区,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,披露了一份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目击说明书。 这家在去国有资产管理局旗下,总资产在132亿元的国企,过了几天又取消了本次发行,这本该是一条在寻常不过的新闻。 但是在发布的说明书中,大家发现该企业的九名董杰高,全部为80后,90后,其中一位80后张海港,88年出生,大专学历,三年前就已经当上了董事长,那年他刚刚27岁,公司一共61人,年龄均在35岁以下。 换句话说,这是一家全部由80后,90后扛起来的企业,不容易。 90后的陈明阳,在林资公司还没来得及起步,就荣升公司董事宝座,那年陈明阳23岁。 大家很焦虑,在本该班真的年纪,人家却当上了董事,都是年轻人,凭啥你们这么优秀? 这么优秀的年轻人,我们好像还在哪见过? 就在过去不久的9月份,西安高兴控股发布公告,称公司管理层已经完成人员变更,公司法人,董事长兼总经理,将由一名80后担任。 其中两位新任董事皆为90后,一名出生于1993年,另一名出生于1995年。 两家国资企业,都采用了年轻人当董事,到底是企业有魄力,还是年轻人有能力? 我们都很想知道答案。 实际上,林资公司和西安高兴,都不是普通的企业,一不生产二不销售,他们有另外一个称号政府融资平台, 其方通过这个平台获得贷款,用在修建基础设施等用途上。 这些项目投入大,收益少,但是大管又利息高,期限短,极力造成引擎债务的窗生。 一旦经济下行,财政收入下降,风险就会暴露出来。 于是,融资平台进行了市场化改革,禁止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员,在平台兼任职务。 而地方又不愿意失去的融资平台的控制,那么找几个年轻的派遣员工担任董事,就是个两全其美的选择。 就这样,一列曾经飞速前进的列车,突然踩了急沙,车上站得不稳的年轻人,就被甩了出去。 原来,他们是在普通不过的年轻人,当了个名不复识的董事长。 现在的年轻人,要高兴要前途要体面,想要实现,好像都不容易。 当我们看到这些年轻董事们平步清云,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时候,才有机会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。 2014年1月,张海岗入职联资工资公司,历任财务部项目助理、项目经理,试用期月薪1300元。 2018年,已经是公司董事长,张海岗月薪3388.44元。 高管团队中,研究生学历的工群月薪最高,5387.16元。 2018年9月,已经是30岁的财务负责人工群,考上失业单位后离职。 10月,1992年出生的董事陈敏洋辞职,跳槽到证券公司工作。 这个工资水平,2019届的毕业生们肯定看不上。 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,2019年应届毕业生求职,平均期望金资为8431元。 除了北京上海的期望新资金顾问以外,排在第三个南京,也达到了9771元。 年轻人们很单纯,要求也并不高。 房租很贵,物价很高,自己又失年寒窗,当然要回报。 优秀的毕业生会拉高公司水平,普通的也感觉自己挺优秀的。 他们都没有错。 6月15日,科技公司美族手机,传出财源610人的消息。 7月20日,房地产企业泰和集团,传出财源2300人。 8月24日,华夏幸福天津事业部就地解散。 但今年企业频频传出财源消息时,他们往往回应说,是,正常的人员优化,企业也没有错。 如果说,企业提供的薪水和年轻人日益增长的要求,是一对基本矛盾的话,那么现在,这些企业连足够的岗位也不能提供了。 从对薪水的期望上看,原来我们的年轻人还是很积极向上的。 在韩国,有一个词叫故的青年。 2017年,早已是发达国家的韩国,青年失业率,达到了9.9%。 20多岁的大学生平均工资,差不多达到1万人民币左右,这个数字和我们中国年轻人的期望水平差不多。 一方面工作难涨,薪水只够养护自己,难以成家立业,一方面还要面对不公平的竞争。 韩国前10%的人群收入占到了总体的45%,这比例位于世界前列。 同时,中产家庭减少,贫困家庭增多。 与中国一样,韩国同样拔上大学是为改变命运的必经之路。 当朴槿惠的闺蜜利用关系,把女儿送进了明台大学时,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愤怒。 我们的父辈们相信,好好学习,上个好大学,毕业后升职加薪,走上人生巅峰,这是自然而然的事。 努力,就应该有收获。 但他们忘了,猪能飞起来,真的全开风。 当日本告别的经济高速增长,曾经敢想敢干的昭和男儿的下一代,成了及时享乐的平成废物。 韩国拿过接力棒成就了汉江奇迹,一旦减速,便诞生了物的青年。 这些年轻人们放弃了人生幻想,改变命运无望。 历史的接力棒往下传,下一个会是谁呢? 自信人生两百年,会当水击三千里,这是曾经一位青年的理想。 慢慢的,这个理想变成了有房油车,再慢慢的,又变成了鲜学高点,再后来,变成了能长到份工作。 社会越来越进步了,理想却变得越来越小了。 当国企出了几个娃娃懂事的时候,我们不禁要拿起放大镜,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? 原来他们并不那么优秀,也并不是靠关系上位。 这个时候,我们放心了,年轻人就该在自己该在的地方待着。 但看到大学生的心水期望的时候,阅历丰富的我们不禁感慨他们的天真幼稚,心比天高,密比纸薄。 到最后,被推向前台的娃娃懂事们陷了行,天真的大学生们见识到了社会的残酷,下一波年轻人又要正装待发了。 等待他们的,是越来越冷的风和各种各样的宿命。 他们也将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搞清楚,这个世界归根结底,到底是谁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